大家好,我是帕拉帅,欢迎收看,欢迎战一把捷克,阵容方面的话 这个阵容修机速度很快啊,先知机械,勘探加飞行加,戒尸娃直接放吗? 娃娃还操作一手,不翻吗? 诶,这个娃砸我板子翻到外面去,它不挺香的吗? 它是觉得我翻了捷克不追,机械师本体有可能吃这一刀嘛 所以说机械师这边,我就娃送你了,让你打一刀 然后我自己站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位置,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但从结果上来看,捷克这边也确实没有再去追这个机械师 而是过来找看待人,一刀无人漂亮 舒服,10秒钟以后闪现好,这边的先知就很看这只鸟了 这只鸟得给到位 啊,这只鸟得给到位,看待人一波磁铁,有闪现的,再丢块磁铁,你这闪现不敢交吧 我手里可还有个飞轮呢 一刀,漂亮 这两刀无人,这第二刀无人,我觉得看待人这边躲不了是很正常的 这谁能想,看待人说我卡了 难道你刚才想要按出这个飞轮吗? 整体击倒节奏呢,对于捷克来讲是一个宝瓶真胜 因为这套阵容是那个,不太能有二救的,所以说捷克这边就正常守这个看待员 讲道理啊,我觉得不太能出现四人开门战 你要出现四人开门战,这波的先知的鸟应该是不会给到这个看待员的,因为跟薄命重叠嘛 然后这边说是压满就,飞加看一下,要不要飞天赶过去喷一波 没有选择飞天过去的话,那捷克这边一旦过半以后顶出来,拦到这个飞加的可能性 他也不能说拦吧,拦其实不太拦得住,他可以逼救 藏红光 好,把你骗过去 怎么说,雾刃不太好交,这个位置雾刃不太好交 这个雾刃很,对,现在可以有机会 飞加这边直接交喷,杰克这边的话,这一刀属于是 失误了,这一刀应该是 很难形容,但是可以理解的 我知道我们直播间,我们那个现在开视频的观众有很多观众能理解这一刀的 就是当时你想好那刀怎么灰了 但是突然间飞加这边喷了 然后反应慢了的那种 能理解但是比较难用语言来形容 这波人救下来 闪现一刀,好,先把人挂飞 直接切成了一个传送 这刀闪现的话呢,防就防先知这只鸟吧 他可能不想让这边看待云再有操作 人家看待云手里面有飞轮 再加两块磁铁,先知这鸟一顶的话 看待云操作空间还是挺大的 就你这刀误刃啊什么的 但凡空了,后面估计还得切闪 那不如早点切 这波切完以后密码机就剩下大概70% 球者外面会选择一起一台机子 然后最好能补一波状态 先知卡着,被看见了,有飞轮的 没看见 等你这一刀 这一波的话因为我们是先知的视角 其实比较难判断捷克当时怎么想的是看到了还是没看到 反正这刀打到了 现在外面是一个三人状态全残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只要能形成击倒这个局 捷克一面就很大 这里的话捷克去管飞行家 机械师 漂亮 机械师这边的话跟先知 能不能碰个头补个状态什么的 或者说娃娃不要了 现在核心问题他们救不了人哪 这把捷克主要赢在哪里 赢在他这边处理勘探员的两波击倒都打得非常好 然后球者人他们这边的话没有办法能卡半九人 其实球者这边如果刚才有机会能卡半九人这个局 对球者来讲三人开门战会更好打 有一个娃压着 排排排小红点看到了 但是那边的人被偷了 机子的话我们来想一想先知这边先卡着有鸟 那边50%鸟顶上 捷克这边要等鸟结束 还是说直接船直接船去守机子 那这样的话外面球者这边 因为机械师手里还有一个球 捷克这道物刃是没有能打中的 所以现在机械师的牵制是有可能打出三人开门战的 卡着 机械师不管 反正你机械师就要自己起来 修士台机子也慢 我这个时候回头过去 但凡能形成击倒赢了 因为机械师你要起来 第一脚就要自己起来 诶怎么回头了 阿赵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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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波有点没想没想清楚 他可能觉得 因为主要这边还有个娃在 我觉得这个娃是不是影响到捷克了 刚才走过去的时候 这边好像可能捷克没看到这个娃 但是追击声音起来了吧 这波比较难去判断了 借师这边起来了 穷者这边的话 如果说有机会能够找一个安全的求求路来补补状态 人没排到 63的机子 现在找到先知 先知手里有个飞轮 所以说捷克这边的话一刀还不一定能 骗飞轮 要骗 骗飞轮 没能成功 这一波 一刀 抽刀 或者说板子刀 带走 人挂上 打出了一个新的传送 但是机械师这边的机子77了 飞加这边的话过来就一波人 先知没有飞轮 我们捷克有传送 并且这边封住一边门 机械师跑到那边也比较慢 直接传送找机械师 这波的话呢我觉得上帝是要来看 其实守着会更好一点 守着的话 迎面非常非常大 因为这个监制救下来 它是没有二六可能性的 而且呢你当时所在的椅子是能够封住一边门的 机械师所在的位置呢 他又跑到另外一边门需要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杰克在开门战 即便是开门战 他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多抓 但是显然这一波打完以后 大家可以发现密码机点亮 杰克就不一定能赢了 飞行家绕一圈过去找这个机械师 可以的这边的话先知点门 你来抓我先知 排到飞行家了 耳鸣排到了 但是人没有看到 这波排倒是排的真的很好 他知道会有人来压 但人没排到这边反走 门没点开 门没点开去点另外一边门了 飞行家这边找地方蹲 杰克先去排门边的耳鸣 现在有耳鸣 有耳鸣 有耳鸣 还在排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这边压脚步 压脚步 这脚步压的 这波飞行家这个脚步压的 先知过去把人给捞了 应该是飞行家这边跟先知交流 他在排我的耳鸣 你赶紧回去 我当时有一先知去点另外一边门 不 先知是过来救人 8秒钟以后有飞轮 一刀先知这边击倒飞行家31的门 机械师的话这边已经在准备跳地窖了 应该是平了 这个局应该是平了 摇了块怀表出来 门 门开 捷克 好像他是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一面了 所以说他 选择了一个手椅 17秒的挽留 机械师这边的话 绕过去先点个门再回头 他是怕自己抱乌鸦 人挂飞以后 杰克还有想法吗 没有想法了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边结束 感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